你做什么呀 以后别联系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不是 怎么着 包不给你买就不喜欢你啊 喜欢是听见靠嘴巴说吗 听出了点实际行动啊 你想要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难道你项目的感情 就一定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台想象 你不能哄我开心给我快乐 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吗 你要的那些开心很快乐 用你去买那些皇而不是的奢侈品 你懂什么啊 那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代表着阶层和地位 土垂 我土垂 拿个贵点的包穿跟箱子 衣服就能代表着阶层和地位了 哎 你自己到达那个层次了吗 你有那个消费能力吗 你要知道那些东西 那些奢侈品在那些有钱人里 它就只是一个物件 一个衣服一个装饰品 仅此而已啊 而在你这儿 就是一块岩石饼 不背心里的折修布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说我穷吗 我告诉你啊 我身边不缺难的给我花钱 很骄傲吗 哎 别人的钱花着补烫手啊 你自己又没到达那个阶层 你还要拿别人顺利的果实 来满足你的薪金 你觉得你很虚伪吗 怎么虚伪了 就像自我包装好吗 我穿得越贵 就跟那些有钱人走得越近 给我说这些 你懂吗 那你知道你在他们的眼里算什么吗 什么 是花瓶 是名媛 是无良的打发时间 是茶余饭后大家谈论的笑话 是那些有钱人随时都可以玩弄的宠儿 你 一攒之前买了大牌 穿着满身的logo 以为自己很高贵 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圈子里 但是你要知道 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个穿着满身复刻的胶气花 哇 因为你既没有固定的工作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你没有从无到无的精力 你更没有驾驭财富的能力 你只是表面衣着光鲜亮丽 实则极度虚伪 还口袋空空 你看不起朝九晚五 因为你随随便便一个红包机 就等待在一个月 但是你要知道 同样和别人眼里 你也如此廉价 最赢几两便可打发啊 哇 想让别人高看你一眼 并不是外在穿什么衣服 背什么包包 自己努力踏实赚钱吧姑娘 毕竟花自己钱踏实啊 好 好 好